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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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很久都没有见 那为什么一段时间没有拍片呢? 因为香港最近发生很多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会拍这条片呢? 就是有一位网友突然之间留言问我 我是新手来的 那我想养毛蜘蛛 有什么品种可以介绍给大家 那今天呢 我就拿了我几个baby 出来想介绍给大家 那也是比较容易 自养的品种 而且稳顺一点的 之前就介绍过油彩粉纸 而这一只呢 也是油彩里面 但是它就是粉红纸 而且它是一个成体妈妈 那它就已经 嗯 有啊!手掌这么大 它早几天呢 才脱完皮 是真的跟我臉一样 这个呢 就是油彩粉红纸来的 它特别在呢 脚趾呢 全部都是粉红色的 好像穿了一只鞋子 是这样的 那我们如果呢 那么大一只成体蜘蛛呢 我们通常都会拿个蜜蜜来 推它出来 那呢 就可以准备一个 麦当劳杯啦 或者whatever 胶杯啦 然后就是你的 昆虫夹啦 这个就比较短身一些的 如果你们是置用一些 比较凶痕一些 凶残一些的 的分钟呢 就要准备一个 长身一些的蜜蜜啦 因为呢 油彩类别的蜘蛛 通常都是雪妻类啦 它的攻击性不高的 如果你不是去那些 特殊时间去碰它 其实它也 不会有很激烈的反应 那轻轻推一推它呢 它已经被我拿出来 在这个胶蜜杯里面了 给大家看 那呢 它呢 前几天才脱鱿皮 那脱鱿皮的蜘蛛呢 其实它就 不需要怎样喂食很多 但是我都会保持那个 濕度的 那油彩粉红指呢 其实就 我这一只呢 就是秘露品种来的 秘露品种 其实它的攻击性都不是很大 而且它们都比较稳稳一点的 而要注意的就是 薯妻类的品种 秘露啊 油彩粉纸的品种 通常都要维持那个湿度 大概80度左右 就是我看它 平时这个胶蜜的质量箱里面 它没有什么水啊 和水珠的话 我就会噴少少的了 那你会隔天噴一次都可以的 那你会看到它是完全很乖 你这样移动它 它都不会这样走 对 而且它是比较移动速度慢的蜘蛛 所以新手来说是适合自让的 是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家 那它家里呢 那它家里呢 就有一些 底材就是野泥来的 那在金鱼街里卖到 然后里面呢 就是一把石头 有一些真的草坯 我们特意砌这个景给它 那看上去原始一点 一些舒适一点 然后你看到有 一个假发用来装饰的 我看到外国有很多 这些昆蟲箱都装饰得很漂亮 然后还有有些树皮 大南华 这里有很多粪便 我还没清理 那对 打你蜘蛛的时候 通常我 我自己个人 看到这些糞便 我就会清一清的 因为始终都会有少量的異味 我现在忍不住 我想先清掉它 那这些糞便呢 其实就是我用湿指巾 因为湿指巾其实也是酒精成分的 所以我先抹走它 因为它们的糞便 里面呢 水洗呢 是比较难感动一点 已经瓶了一块 快撞 那样 那蜘蛛是一个很聪明的动物 就是它不会在自己的 斗里面 就是它織网的地方 它不会去排便的 我发现 它是会在它織网的外围 或者是家附近 就是不会经常碰到的地方 才会去排便的 那边边呢 就是白色的点状 和啡色 再有时候会有些水状 有些水状 那没有的 我也是用湿指巾 帮它穿过去 就没有问题了 那喂食来说呢 喂食来说 都是预算一个星期喂一次 但如果你见 有彩品种 这些蜘蛛 的屁股是特别大的 特别说起这些 不用经常喂它 那你说 这么大的蜘蛛 有没有毒 那我们真的不建议 蜘蛛上手 而且它是比较少踢毛的 就算这个品种 它受精的时候 最多都是噴嚼的 很少会真的咬下去 那也是准备了 那也是准备了一个 你们平时 喝剩的水瓶 水瓶盖 然后就放点水 在里面 那如果一个环境舒适的话 其实蜘蛛很自然地 就会继望 然后就住在那里 那你见它现在 准备回家 给大家看 你看看 它是一只很乖的蜘蛛 亦都动得很慢 很慢 对 你见我拿它出来 和整个拍摄之间 真是一镜都很大 它就很舒适 我不再 这样碰它 大致的照片 我再给你们看 你见到真的手掌 那么大 其实你见到它现在 已经是成体妈妈 那你就可以拿去 和其他红性交配 然后再生出几百个 Hello 那现在 那现在准备 介绍第二个品种的毛孜珠 那它就是 我要看回地区 它就是红多拉斯的卷毛之珠 那顾名思义呢 它真的是卷毛来的 那 它攻击性呢 其实呢 就中等 我觉得它是比 油彩之珠更加敏感 和更加高攻击性 它这么大只来说 毒素是强的 而且它是地妻女 和是一种 居穴的蜘蛛 就是它自己会 挖使这栋穴 然后在里面住 那我这一只已经是成体 而且是公 那我也有它的BB 那可能就 Focus Focus 那你见到这一点呢 在动这一只呢 就是蜘蛛BB 那现在就给你们看它的 成体 那这只公呢 其实 它的脚很长很长 其实卷毛蜘蛛这个品种呢 都是相比较温顺的 都是新秀适合羊的 而它今天的状态呢 我不知道它是肚饿还是怎么样 它的脚呢 其实是可以延伸到很鬼四场 又是 超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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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今天的状态呢 有些攻击性 还有 可能水分不够 还有我平时呢 比它 住这个小兜 对于它来说 它的体型来说 虧了太小了 但是因为它已经是成体 的工呢 还要交配过一次 所以我想它 不会生存很久的 但是我看一会 都会尝试 喂少少东西 给它吃的 看看它的状态 它肯吃的话 其实它就 还可以生存很久的 那温度来说 都是 20-29度 即是 你不要放在 曝光的室温底下 你也是放在 冷气房 或者是 避了日晒的地方 那就可以了 那没有的 没有什么特别 下去了 我也比较害怕 因为它移动速度 是比 有彩 很多的 但是 特别就是 特别在于 它的毛 是真的 卷身的 你看到那些毛 是不卷的 绝对不是广告 这个 绝对不是广告 卷一点 因为 颜色也是偏向 啡 啡 红红 那 屁股呢 它的屁股的位置 已经是 很浪费了 是因为呢 它 这一只 常常都很踢 毛 那 很有趣的 那 我也是 让它回家 但其实它就 很喜欢 射出 那通常呢 它的盆子 都会 有 抹 那 我都不停 噴它 噴濕它 绝对濕度 右看来说 这个品种 是需要 保湿一点 但是如果 整体来说 就偏干 偏干也可以 因为其实 也要看回 香港的气候 香港的气候 其实也是潮湿一点的 因为我们是亚热大地区 所以我们 不需要 保持到 湿度这么高 可以给你一张眼睛 你看到 是很温熟 这个 唯独是 它是不喜欢 就是 它自己有 自己的个性 其实每只猪猪 都有自己的个性 它不是那么 喜欢 它不是那么 喜欢 在 盒里面 虽然我现在 做事有点危险 它碰到我的手 然后塞进去 这个 我也要很小心 处理 因为它已经是成体 它咬我 我是 会 神经麻痹了很久 我也不希望 这个事情发生 而它有点焦虑了 我心情不错 看得出 它现在就掛了 家里面 很凉 它也是比较 兴趣 它是喜欢 动毒 因为它经常在盒里 都不停地动 不像其他 其他蜘蛛 是喜欢留在它 一来可能 这个盒 对于它来说 它居住也很有安全感 它套的诗 织的网 都比较少 而且 它时审也差不多 到的了 为公来说 交配完 都不会生存 很久 很久 可以养一段时间 但是 我是等它 我打算等它 自然去世 之后 就拿它来 做view本留念 它呢 一出来 它就不太远回家 它是不太远回家 它是不太远回家 它在家里面 如果有什么东西 你会表现 它是不太远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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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不太远回家 它是不太远回家 它还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